好 同志 你还有什么想法 虽然这次订货量是第一次的几倍 而且呢其他方面的要求呢也比较高 但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好机会 黄叔叔 我有个想法 也不知道行不行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说出来 黄叔叔支持你 我呢想把我们那个超市转让出去 筹几笔资金 办一个残疾人福利工厂 专业生产工艺制品 不搞那些小大小闹的 搞批量生产 这个想法好啊 能解决很多残疾人就业问题 你要是办成了 真是为残疾人办了件大好事啊 我呢我想一边着手见长 一边还用原班人马 先坐起来完成订单 好 同志啊 你很有经商的头脑 这样吧 我再去联系联系 看看有没有什么赞助 然后咱们再选个长指 啊 谢谢黄叔叔 那行 先这么着 我还得帮月月去联系 学习美术设计的事 看来你这个大哥真是名副其实啊 我跟你说啊 其实可以放手 他们都长大了 你啊 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啊 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你听我说 你妈妈要是在啊 早急了 行 黄叔叔 那我先走了 哎 哈哈 哥啊 嗯 我到了 你在干嘛呢 嗯 好的 嗯 好的好的 别像老太太那么啰嗦啦 我想感谢老太太 hai 有点 老太太 帅 你 有点 老太太 儿子 老太太 如果 老太太 老太太 老太 老太太 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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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到啊 我在这边都等得急死了 热死了 她脸都给晒好了 我告诉你的事啊 昨天和几个朋友 一起去吃等着鸡 好玩死了 真的 我跟我男朋友 还好唱谁言人话要说呢 你要不要听啊 要不你到隔壁去看一下 不是跟你说话的 刚刚我旁边有个瞎子 烦得烦死了 啊 我不管啊 明天一定要过来 我说你这个家伙怎么不讲道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手机没电了 正用公用电话给你打的 到底什么事啊 说给我听听看 麻烦你让一下好吧 我电话还没打完呢 喂 哎 一个瞎子撞了我旁边 是吧 哦 是这样 喂 喂 老田吗 啊 我跟你说呀 篮子不见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下班回来 就没有看到他在家 他眼睛看不见能去哪呢 哎 是不是你又对他说什么了 我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好 那你赶快回来吧 啊 那好 我马上回来 喂 妈 篮子 他没找我呀 他也没打电话给我 不见了 不见了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没事啊 啊 来 来 怎么样啊 今天在单位上 我给你找他 我就跟你说嘛 别理他 嗯 嗯 嗯 太太太太太 好 啊 反正 我这边有点硬 啊 你不给你吃了啊 不是那儿实在是推不了啊 就先吃吧 我知道我知道 嗯 一定少喝酒 这电话有人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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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交给你 放心 放心 哥 哥 哥 我这篮子呀 哥 哥 姑娘 那电话是坏的 哥 南非 月月 我想你了 我最后 我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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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不能 我快点 房碧 房碧 有消息吗 你可回来了 篮子这孩子 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眼见着天曰黑了 见上车又多 万一他出什么事 这可怎么办呢 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呢 篮子吧 平时有内向 有什么事吧 他又不肯说 他会不会是 你别乱想 不会不会 篮子 天爷 爸 妈 篮子回来了吗 还没呢 妈 你是不是跟篮子说什么了 天爷啊 你怎么这么跟妈说话呢 妈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你这几天总是对篮子 不冷不热 不理不睬的 篮子心里很难过 他练琴都没有心思 那天 那天他想让我帮他租房子 想住到外面去 真有此事 篮子亲口跟我说的 篮子他自信心特强 特敏感 妈怎么对人家 他当然 天爷 不许这样跟你妈说话 去 看看篮子房间 他东西还在不在 爸 东西都在了 那他一定没走远 那这样 方若你在家等我们电话 我们两个出去走 快快快快快快 哎 篮子 田伯伯 篮子 篮阿姨 篮子 天爷 我回来了 哎呀 篮子 你说你跑到哪去了 你说你出去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 你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刚才 来了我老家的一个朋友 我们在这儿聊了火天 我就让他带我出去转了转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个家呀 千万不要让陌生人进来 这都不安全呢 是啊 篮子 你跟陌生人出去 我们真的不放心 是啊 篮子 如果你觉得心里闷 以后我陪你出去散步 好吗 是啊 wer的 你把牛长的步一儿 你不在乔出 你不在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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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去 你说得对 我是不敢面对自己的情感 也无法面对你 那天我本来以为 我已经鼓起了所有的勇气 来面对你 当我赶到汽车站 只看到远去的长途汽车 也许只是一种素孽 无法再挽回 但是从小 从我腿摔伤的那天起 我就在和命运做着抗争 但是这一次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 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 我希望自己能够出现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花开了 好香啊 田伯伯 是您在那儿吗 是我篮子 田伯伯 您是不是也喜欢蓝花啊 是 篮子 你过来 你摸摸 今年的蓝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开得特别茂盛 你摸摸 真香 要时间吸几口 我妈妈说 蓝花的香味 能让人快乐 蓝子 你妈也喜欢蓝花吗 我们家一直都养着一盆蓝花 我妈妈说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 我一定要把它养好 把它养大 这样 等将来我长大了 我爸爸一看到那盆蓝花 就能认出来我就是蓝子 他会把我借回家去的 蓝子 你爸 你爸 就一直没来找过你吗 没来过 我妈妈骗人的 我爸爸也骗人 我爸爸以前跟我说 等蓝花开花的时候 我的眼睛 就能看见了 可是我养那盆蓝花 都开过十几回了 我到现在 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都是骗人的 蓝子 你生你爸爸的期望 反正 大人都会说谎骗小孩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明白 很多事情 都不像大人说的那样的 是 人活在这世上 总有快乐 悲伤 总有季起季落 蓝子 我相信 你总有一天 能看到 你想看到的一切 我想那一定是 蓝花盛开的季节 天伯伯 您也这么说 蓝子 早点休息吧 今天不练起了 今天不练起了 我相信 我相信 你能否感到 你会想到 你能否感到 做什么 我相信 你不想到 我相信 你不想到 你 喂 喂 老田吗 你说 田野和兰子出去了 说说到你们睡觉去了 老田 这两个孩子的事 你可真要管一管 我知道了 听也没有啊 田野 你们学校可真好啊 我觉得像到了天堂一样 有这么多好听的声音 如果说这里是天堂 那你就是天使 一个纯洁美丽 会演奏天堂之音的天使 篮子 你真美 篮子 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什么事啊 坐吧 上次你让我帮你租房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你找到了 没有 篮子 你不要走啊 其实我妈这人挺好的 上次你出去打电话 她找不到你 都急得快哭了 还有我爸 他肯定不要让你走 我觉得他对你 比对我这个儿子还要关心呢 好 我好 算我求你了 你要走 我可守不住 好 算我求你了 天爷 你们这是干什么 爸 天宝宝 爸 我只是带篮子出来转转 没事吧 没事吧 篮子 你方阿姨在家挺着急的 记着 一会儿出来 你一定要跟她说一声 知道吗 知道了 来 我们回去吧 啊 天爷 这里 喂 你喂 找楼子 你稍等啊 蓝子 电话 喂 莎莎姐 我猜到了是你 怎么样 你找到了 是在附近吗 好啊 那 租金是多少钱啊 好 这样吧 过两天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来找我 你带我一起去看看吧 好 再见啊 蓝子 蓝子 那个莎莎找你干什么 是不是你让他帮你租房子了 蓝子 蓝子 你为什么要搬走 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搬走呢 蓝子 你别不开心了 我妈 我妈她脾气是有点急 可她心肠好呀 她平时爱啰嗦一点 可那都是为你好 我知道 我不是因为别的 我想搬出去 就是想找一个地方 我能安安静静地好好练琴 还有 还可以锻炼自己 独立生活的能力 蓝子 你别走 你知道吗 你在这儿 给我们带了多少欢乐 爸爸那么喜欢你 我也那么喜欢你 可 可你怎么能扔下我们不管呢 我没不管你们啊 我搬出去住 只是不在这儿住了 我还要经常回来跟田伯伯学琴的 蓝子 你别走嘛 我们早就把你当成家里人了 你要走了 我们还觉得怪不习惯呢 我在学校 每天都想着回来看你 只要一想到有你在家 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开心 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看你 蓝子 你要走了 我可怎么办 田伯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我不要你谢我 我要你留在家里 如果你不留下来 我从此就不回家了 田伯 你怎么像个小孩似的 你答应我 太好了 你答应我了 我来 快去庚吧 你们两人能看你的呢 哎呀来 我同事给我拿到时候呢 一般也回来啦 回来了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 谢谢您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啊 好 那就这么这样 好 再见 黄叔叔 通车啊 您来得真巧 我刚跟那个服装厂和工艺品厂联系好了 他们答应用最低的价格 把边角料卖给你们 是不是啊 待会儿我们到厂子里边去看看 好好好 坐坐坐 黄叔叔 真是太感谢您了 来 来 什么时候啊 你都是我的坚强护盾 快别这么说 主要是全社会的关心 他们一听说啊 为残疾人办工厂啊 都非常热心 同志啊 底下得看你们自己努力了 放心吧 你等会儿啊 小龙啊 龙俊 陈医长 有事儿吗 你看谁来了 通车 你来了 待会儿我们陪通车啊 到工艺品厂和服装厂去看看 底下具体接洽的事儿 全你陪着通车了 好 没问题 月月啊 你看手续办得差不多了 就等着最后一个大红印章一干 就万事OK了 是吗 嗯 终于大功告成了 我的天哪 小龙啊 为了办福利场 真是让你辛苦了 没事 这样吧 待会儿啊 我请你吃饭 好好慰劳慰劳你 哪有女孩请男孩吃饭呢 我请客 你想吃什么呀 你不是已经请了吗 该我请你了 我们去吃点什么呢 我们去吃点什么呢 叶银 你真漂亮 我饿了 我请你吃麦当劳啊 快走啊 等等我 臭美呢 你还别说 沙老师这件衣服 买的真不错 今天去参加比议会 千万千万别紧张啊 你的字写得很棒的 哥 你就放心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小猫头 挺好的 行 去吧 好 来 这个 路上慢点啊 走吧 哥 我去啦 慢点啊 杜忠 喂 想着你 这臭小子 厂房已经谈好了 只要那边一打扫完 就可以搬过去了 是不是啊 来来来 快进来 好 这个太好了 快进来 坐啊 龙俊啊 你说这些天 你帮着我 又是跑厂房 又是跑手续的 真是太谢谢你了 没事 你都晒黑了 你呀就别跟我客气了 最近啊办那么多事 我也涨了不少社会经验 那就好 怎么没见到月月啊 她去超市了 我在想啊 等过几天超市那边都安排好了 就让她过来帮忙 喝水吧 来 做指教 做指教 好 好 太好了 好 下面啊 让我的半门弟子刘南飞 为大家协议 请各位老师和专家 你们要多多指教啊 南飞啊 自幼就失去了双臂 但是她生残治不残 十几年来啊 她勤学苦练 我也是为她的精神所感动 才受她做了我的关门弟子 今天她将用她独特的方法 来为我们大家 证实我们的书法艺术 来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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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南非 我敬你 先换一个啊 南非啊 哥今天特别高兴 你是越来越出息了 南非 你今天一定特出色吧 今天比会现场那么多的俗画家 刚开始我还真有点害怕呢 南非啊 这只是刚开始 以后的路还很长 哥相信你的未来 会比现在更辉煌 要是蓝子姐在就好了 是啊 你蓝子姐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哥 你放心 蓝子一定会很好的 哥啊 我左手是蓝子姐的 右手是我的 咱们兄妹四人干一杯 来 为了我们的未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一杯 干杯 快去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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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其实 算命 真的 还能完全 greatest 第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田野 我知道是你 你这个坏小子 又想吓唬我 这这这 这这这 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送你的 一只非常可爱的绒毛猪 绒毛猪 对 你摸 没事 这是它的大耳朵 这是它的大鼻子 这个 是它的大肚子 这么大的肚子 还有这 它的大眼睛 眼睛 真可爱 真可爱 好 同志们 今天飞翔福利工艺平场 正式成立了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啊 我代表刘同舟厂长 对各位嘉宾的光临和支持 表示热烈的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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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刘同舟同志 为我是残疾人事业 做出的贡献 好 好 好 我们预祝飞翔福利工艺平场 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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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们飞翔福利工艺平场 进场参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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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爷今天啊 又回来看篮子 正好给我撞进了 哎呀 咱们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这两个人的关系啊 可是越来越近了 到时候我想拆啊 你都拆不开了 哎 你到时候说句话呀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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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早午有事吗 今天晚上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那好吧 老地方 行 爸 你不是从来不允许我喝酒吗 今天是例外 你也长大了 爸爸今天破例 爸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啊 你想跟我说什么 天爷 能告诉我吗 有女朋友吗 没有呢 有没有让你动心的女孩 爸也是过来之人 我也看得出你心里喜欢篮子对吗 天爷 篮子又聪明又勤奋 我也很喜欢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 她是一个盲人哪 爸 我想过了 篮子眼睛看不见并不是她的错 那是命运对她的不公平 我会关心她 爱护她 我可以照顾她一辈子 天爷 我很羡慕你的年轻和一往无前 但你知道吗 对于两个相爱的人来说 爱情仅仅是未来生活的开始 绝不是生活的全部 尤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责任要远远大于爱情 你懂吗 爸爸的态度很明确 篮子可以是你的姐姐 你也可以去爱她 但那应该是 弟弟爱姐姐 帮助姐姐 爱护姐姐的那种爱 绝不是男女之爱 爸 在我心目中 你是一个很开朗 很善解人意的好爸爸 难道你也瞧不起篮子 你也认为她是个盲人 就没有资格做我的女朋友 天爷你知道吗 篮子她是我的 她是我的学生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能得到爱 但是能给她爱的不是你 因为你 没这个能力 你还是个孩子 爸 我会长大的 我会让兰子过上幸福生活的 天爷 你的肩膀还太直呢 还没尝过人世间的疾苦 怎么能挑起两个人的一生呢 更何况将来还要面对生儿育女 等等等等 这些你考虑过吗 爸 你别说 我也曾经年轻过 也曾经爱过 我也曾经年轻过 所以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和感受 能不能听爸一句话 就当是一个好朋友的忠告好吗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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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